一件件精彩严厉的作品呈现在众人眼前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仔细一看,每一样都是用心创作的艺术品 这是来自祖山高中设计群、广告设计科 极多媒体设计学生专题制作小玩意大玩家 应文化局的邀请在南头县艺术家资料馆展出 文化局表示,祖山高中设计群学生专题制作 将平常所学之技能透过专题的制作 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及个人所长 运用于探索现代青少年的不良喜性现象 虚拟器官餐厅与休闲民宿及角色混宴馆 开发原住民文创商品与生活趣味创意产品 改造祖山在地文化等议题 并针对各议题制作CIS、设计吉祥物、制作公宅 以及周边商品、店面规划与模型等 从小组的合作讨论到执行制作 都显现每位同学的学习精神与创意 从3月12号开始到4月7号 在文化局的艺术家资料馆 举办祖山高中世纪群的毕业展 这一次的展出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他们作品琳琅满目 展出了他们三年来在学校所学 有别于其他的美术班级 他们自己的特色 尤其他们也融入很多在地的一些文化 跟一些创作还有设计的概念 非常具有在地的精神 虽然说都只是各自 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创作作品 但是藉由这样一个创作可以引发 同时也可以慢慢让他们产生 对设计方面的一些比较长久的概念 相信以他们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毕业之后未来在大学的这个阶段 也一定会有很突出的表现 那么透过他们这样一个好的基础 在祖山高中里面有这些优朗的老师 还有他们这个课程经过非常严谨 规划设计出来 所以未来他们不仅是到大学里面 应该会游刃有余 同时将来出社会之后 也一定可以好好的发挥他们 在这方面的长才 祖山高中表示 透过这次毕业展览 小玩意大玩家 让学生参与整个展览过程 除了学习互助合作 执行制作 还要学习如何将作品呈现展出 如同待人处事班要面面俱到 将事情做到完善 不只是学会做设计 还要学会做人 文化局表示 夜城国展 欢迎喜爱广告多媒体的学生 及民众 能播控前往参观 欣赏难得一见的佳作